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票价三元啊 当前花的太冤了 提前坐在这儿 自己心里也有苦 你看我坐这儿 也不能马上就说 先得稍微坐一会儿 让观众朋友心里也有苦 天津的观众来着之后先聊天 哎呀 和这大爷们陪一块儿起聊呢 就有一个大妈好叫和聊着去 都没啥聊 一般的都是老大爷居多 像听我师父在燕乐说书的观众 最大那位九十六岁 姓齐 齐大爷 我师父说书啊 分上下半场 中间休息十几分钟 在这儿演出的时候也是这个规矩 可能有赶上的朋友 中间休息的时候啊 这位齐大爷九十六岁啊 他不走 跟大妈们呢 跟大爷们聊 多在下半场一开书 三分钟之内他准走 这什么意思 他不是坐在那个脚上离门进 粘锁溜的他走了 不见 所有的人他都打一遍招 哎呀 我走了 哎 你的爱我走了 哎 都打一遍招 跟我师父也得打招 我进 我走了 哎 你懂吗 这就是让大家注意他 引起注意 你说下半场刚开始三分钟 你跟中场休息的时候走 没有任何区别 他就会让大家啊 都得注意注意他 挺可爱 这大爷 九十多岁 现在就说没了 姓齐 大爷 你要干啥招呼呗 鸡恶服 你不要看不见 一听那样乐 真是他 三哈喉一厚钩 昨天说的三国就是他 历史要超过圆过城 连过屋 专屏味 哈哈哈哈哈哈哈 树立二十一世纪最新的鸡三国 哈哈哈哈 了不起的青年演员 确实是不爱听小鸡说书 哈哈哈哈 小鸡说书 有小鸡的特点 哈哈哈哈 鸡式工作 哈哈哈 确实了不起 现在的年轻演员啊 很了不起 刚才有的也是我们的同仁吧 同行 英名叫学员 其实都是同仁 问我 你说现在说书 我们才二十来岁 说书书来人家观众不信怎么办 确实老先生有过这种说法 年轻的往台上一坐 说书不压点 所谓不压点的就是观众不信服 过去啊 观众都是六十岁往上的老人居多 台上要坐着一个十四的 给蒋三国 张松献多 人家不信 确实是这样 可是您说过去那些个老艺人 都是五十五岁以后学的评训吗 他也得从七八岁就开始学 七八岁就上台面对观众 你这又怎么解释呢 对不对 像田田元 田老师评书说的非常好 那都是几岁就在台上演出 袁国成袁先生很小就在台上说 一线带的眼光来看 那岁数小 上台说 观众不信 那就都光说了 都等五十五岁以后开始说 那不行 他还是从小说起 慢慢的积累自己的经验 老师在教给你 在带着你 逐渐逐渐才能成功 都是这种规律 没有说四十岁以后开始学艺 没有 我说书跟别人还不一样 这得割一小闹钟 两个原因 首先是因为那个表我实在看不见 看这个表啊 勉强能看见 另外一个原因呢 这也是一个过去的一个习惯 不是我说书的习惯 是我听书的习惯 我过去听评书的时候 老先生台上都放着一个小闹钟 不让他闹啊 就是看着这个表 为什么 你要台眼看那个表的话 观众能发觉 你台眼一看表 观众看见了 都会随着你眼神往后看 你看这个表的话 观众不往心里去 不容易被发觉 老看表啊 就说明心里的慌 或者呢 观众心里都跟着也慌 有时候 朋友上家传门去了 您作为主人没事老看表 那意思就是撵人家走的 那我们家快吃酱酒的了 排不走啊 就是这意思 这不好 就是看表啊 不能让观众朋友发觉看这个表 我师父在天津艳乐说书 桌子上也有表 但是跟我这个不一样 哪不一样呢 就是他放这个 这放哪边都无所谓 我师父因为这表啊 也闹过笑话 什么笑话呢 他把这表哥台上放了 走着走着 电池没电了 哥们就做麻烦了 他老看点儿 老是那个点儿 他一直 还不到点儿 他得说了 应该说两个小时 那天说了一定三个小时 老看表 因为他看表就扫一眼了 你看没到那儿 就接着说 他没想 刚才看是几点 现在看还是那点儿 没往那想 就老看这枝怎么老不到那儿 这才发现这表煤店多说一多钟头 那天观众算吵着了 很多这种问题 这桌子上搁着录音笔 录音过去也有 都是那砖头录音机 就是随身听啊 叫什么 多个门 往这儿这么一放 赵云霞录音前 他走了 让人给关上了 竟有这事 虽然叫管进城 他知道 人家赵云霞这儿录音 人走了 有点别的事 管进城坟 给关上了 这不讨厌 你不录 你不要人家录 所以说啊 老先生啊 包括这个年轻的演员 学员啊 我说处理事情 处理台上应急的一些个手段也挺可乐 挺可乐 我们说像上也是 台下坐着这么多观众 保不齐就有的像是您听过 保不齐有的像是您还挺熟 比如说我们台上说着半截呢 您挺熟 您跟着我们一块说 这像是就没法进行下去了 说我们行话这叫袍活 这个一般的观众啊 他不知道这个 但是稍微对像是熟一点的观众 他就懂得这个规矩 他也就不会这么去干 我们老先生专门制着袍活的观众 有的是办法 不伤交情 但是有的是办法 有一段节目叫找堂会 大家可能听过 最后一转啊 还有一个大枪盘 特别熟的观众 坐第一排就喊出来了 斗活杖 所有观众都听见了 这台上还跟兔崽的事还说呢 试着总给那造企业 司征来看问他事呢 说了半天 白鲁肉 斗活杖还使相呢 肯定没人乐 你都让观众都给说出来了 这所谓的悬念本来就不大 在疫情上还是说了 那更没人乐了 所以我们的老先生就应对这种 都有办法 前面都得交代清楚了 谁再说豆腐这俩字 这就是孙子 观众就不说了 比如说演员自己不得说豆腐章 自己说自己 那不要紧 一说这话就是疯了口了 就不说了 所以说应对这种有很多种办法力 当然过去的观众 普遍来说素质不高 不认字 他心得多了 他脚很了不起 跟着大吼 没有必要 这是一个演员和观众的互相尊敬的过程 演员给您服务 哪少说一段啊 偷懒的 或者说是 比如说吧 有的节目明明是三十分钟 故意说成十五分钟 都得省点劲 那呀 观众也有意见 必须得给人说够时间 这是演员的一德 和观众朋友的互相尊重 咱再说咱们这部评书 无数闹风惊 昨天咱们说到严查散 严查散这个人物不得不说 为什么呢 到了后来五堂会审的时候 严查散占一堂 要没有严查散 七侠大五亿全部都得死掉 多亏得有这个严查散 所以严查散怎么出的事 怎么到祥福县错断严查散 咱得把它都交得清楚了 昨天咱们说的这段呢 就是严查散呢 从大老家 一直到了祥福县 双星桥 柳翟来投奔他的姑姑和姑父 她可不知道 她的亲生姑母严氏 在两三年之前已然故去了 不知道 她姑父姓柳 柳树的柳 名字叫柳红 蓄取了一房冯氏大奶奶 二马念个冯 就念个冯 冯氏大奶奶有一个侄子 叫冯君恒 冯君恒此人长得相貌丑陋无依 另外来说 财学上也没有多的学问 一瓶子固满 半瓶子都逛得不起来的这么一个侄子 她一直啊 就憋着柳红这个闺女 小姐柳金蝉 长得貌美如花 漂亮 比郭河明还漂亮 郭河明不喊人家农眉大眼睛 大屁圆脸的 特别的漂亮 她就一直贼着这个小姐 也知道她小时候有一门娃娃亲 南方姓炎 叫炎茶伞 家里都败落了 没钱了 她就觉得这个机会可不错 但是知道今天炎茶伞来了 到了流吼了 就要与炎茶伞一绝勾下 看看炎茶伞到底有多的能耐 才引出来 昨天说的那文书 叫做冯君恒连句 狗屁不通 原文就是这么说的 远看一群罗见人就下河 这叫什么词 炎茶伞给她续两句 白毛分粒水 红掌荡青崩 有说什么一棵皮肤树长着俩大事 未接黄金果掀开白玉花 炎茶伞对诗 对完诗在这个时候 丫鬟秀红 和小姐商量一计 打算后花圆中赠金 赠予炎茶伞 为什么要给她这个钱呢 一看这个柳元外闲贫贫 炎茶伞在这对她也好不了 怎么办呢 拿出点私房钱 让她上外边居住 到了一定的时间 上京赶考之时 甭问炎茶伞的学问 没问题 考上之后有个一官半职的 再回来与小姐搬婚 写了一个条 让丫鬟交给了这个炎茶伞 没想到丫鬟进炎茶伞 这屋的时候 冯君恒在这 炎茶伞不认识这丫鬟 冯君恒可认识 为什么 炎茶伞刚来 冯君恒天天在这带户 这个丫鬟秀红 躲着炎茶伞把这条 躲着冯君恒 把条给了炎茶伞 还没来得及看呢 冯君恒把这个扇子 交给了丫茶伞 让他给画画写字 丫茶伞把扇子呢 很不情愿的借给了 冯君恒 这是关键的地方 换了扇子 趁丫茶伞没注意 把那纸条拿走了 丫茶伞从始至终 不知道纸条写的什么 不知道小姐到底有什么安排 有什么吩咐 写的是后花园中赠金 半夜的事儿 一推两推小姐妹去 打破压分压分秀红去送的这个钱 可是来的可不是炎茶伞 就是冯君恒 过去刚要实行非礼 想喊哪 没能喊出来 掐着脖子 把秀红给掐死了 扣喉是吧 掐着喉咙掐死了 之后花儿讲牛三发现了这个尸首 那能不报给刘老元外吗 报给他之后 一看地下扔着 盐茶伞的扇子 落着他的块 扔着一个纸条 内容是小姐给盐茶伞送钱的内容 包括把盐茶伞抓到了 盐茶伞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雨过前去看监 这个事咱不能招认 为什么 您招认了不要紧 老家您还有老娘呢 这可是人命官司 一命抵一命 您的老娘 由谁来养老送猪 公子 这可断断的不可 盐茶伞摆了摆手 你都甭管了 我呀 不招下这个事来 万万不能 我要不承认 就得把小姐柳金蝉牵扯进来 人家是个规格中人 千斤之体 千斤之体啊 这是一种形容 不是说有一千斤 那姑娘半吨的时候 我 千斤之体 不能把他对部公堂 牵扯此案当中 管管了 不行咱不能当 雨莫正然劝着他 后边有认识 回头一看 金二爷 此人不是别人 姓金 名叫金茂叔 其实就是锦茂俗白玉堂 命雨莫 到开封府府府衙 到包厢里那抓骨鸣冤 替主人盐茶伞 申诉冤枉 这边呢 白玉堂 安慰安慰盐茶伞 回府要调查调查情况 要听心腹事 单听背后言 那背着人说的话 才是实话 当着面说 郭德纲你太好了 没有用啊 背着他之后 再说郭德纲艺术真好 那才就真碰的 有很多人就冠冕堂皇 啊 其实这个心里都有数 何人背后不挨骂 何人背后不骂人呢 各位 咱这屋虽然说人不多 今儿人不算少 三四十位 您回想回想 您这一辈子 半辈子二三十年 您私底下 心里头没骂过人 我不信 不可能 您没挨过骂 更不可能 您多优秀 也有人骂您 没办 包括我 包括所有人在内 都是这样 连敌人都说你好的人 那绝对不是好人 对吧 各位你想 敌人赞成你 那你能是好人吗 好的 敌人 还有自己人都说你好 没点人 各位 何人背后不骂人 何人背后不挨骂 要知心腹事 单听背后焰 白玉堂直接铺奔流鼓 他有那个功夫 半夜里干活 不用换夜行依靠 穿着一身白 浑身穿白 可体挂素 也就是内阵 没有荧光的东西 要有他就敢穿 打着手电 轻霞嚷 生怕人家看不见 有这个能耐 你看见我 你也奈何不得 你抓不着我 简单解说到这 因为老头几番训斥 小姐柳金蝉是上吊身亡 所以杀了 赶紧打不人 连夜 关这户关门了 连夜咱们把棺材买回来 给小姐冲洗 对外说冲洗 其实就是死了 把小姐停在里边盖好了 棺材盖 牛三呢 就那花叫牛三 有一个儿子 叫牛驴子 牛驴子憋着道棺 棺材里有陪送的金银珠宝 道棺呢 刚要到还没等到着呢 这小姐柳金蝉缓过来了 跟牛驴子脸对脸 就到巴黎里 牛驴子差点没被吓死 你看他缓过来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准备再次把他掐死 白玉堂在房上 下来之后 手起刀落 红光崩陷先去支流 斗大的脑袋 路过的地上 激了咕噜乱滚 你把贼杀了 就是把贼杀了 把牛驴子给杀了 杀完之后 喊一嗓子 刘虎 泥虎有贼 那能发现不了吗 牛三愣不告 您说这牛驴子 这儿子做的多到家吧 儿子死了 太好了 就这种心态 甭问准事故中不孝之人 死了之后 把小姐穿出来了 小姐活了 然后 白玉堂 直接铺奔开封府衙 给包的人 寄简留刀 枕头上插着一把钢刀 留一个纸条 写着严查散冤 给包星 画了一个小黑脸 脑门留一白月眼 整个一个小老包 包风转天早上起来 五更三点得上朝啊 一看插着一把刀 那肯定心里都别扭 咱这睡睡觉 一看枕上多把刀 那也受不了啊 那个开封府是什么地方 戒备森严呢 叫包星 你看包星那脸 包的人不干了 把脸洗了之后 正拿这个条为难呢 这个时候 展昭展熊飞他就回来了 这是咱们上个月说的内容 谁要天天干呢 就是昨天说的事 但是没办法 展昭展熊飞回来了 回来之后 俩人一块拿这个条看 上面写严查 下面写散冤 不明白什么事 不知道怎么个意思 扑听得外婆抓骨鸣冤 严查散冤 这是白玉堂主妇的小雨沫 上这儿来喊冤 包的人把小雨沫带上汤来 穿好了网袍 戴相标 卖虎故省大汤 要审一审这桩案子 一看下个贵子 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包工 把他这块琼摔拿下来 哈哈哈 我说包工也说不输吗 没说不输 我这块叫穷摔 包工啊 他拿那块啊 应该叫金唐 还有一块叫虎威 包工有两块印 皇上给他的 文武两口印 所以说他拿哪个都可以 啊 拿起来 刚要拍没等拍呢 一看下个贵子是个娃娃 又放弃了 这就体现包人的爱民如此 你一拍吧 孩子吓死了 不是吓中风了 丧失语言障碍 那不白费劲了 本来长的母味就就吓人 娃娃 叫什么名字 雨沫 多大年龄 十四岁 你有何冤枉 我是替主名冤 主人叫什么名字 盐茶伞 包的人闻听此言 拖了拖海下的胡须 盐茶伞 我有其人 那条上盐茶伞子 不是连在一块 上盐茶下个伞冤 这玩意谁明白 起名没有起 叫茶伞的 原来就说过这事 没有谁叫茶伞呢 这是什么名字 盐茶伞 只要把茶也搁点币文伞 没有箭啊 这名字 郭克明 一名叫郭茶伞 这不好听啊 这玩意 其实这叫盐春敏 或者叫盐圣敏 这圣字怎么写 一个大小的大 哎这肩板上 一边有一点 下个一个掩木的木 这字是古写的圣 据说给它起名叫盐圣敏 谨慎敏捷的义损 但是不知道哪位是一腾抄抄错了 抄成盐茶伞 这个咱就从俗 因为京剧当中啊 也是叫盐茶伞 咱就甭叫这支了 主人叫盐茶伞 有何冤枉 小语默就把这个前后果 一五一十 怎么来怎么去 告诉给了包的人 就说我呀 主人家在武进县 到这来是投亲的 我们主人叫盐茶伞 他准备上京赶考 因为家里没落了没有钱 有一位金公子啊 借给几十两文银 我也是金公子的人 派给了我们现在的主人盐茶伞 到这儿铺奔刘虎 到这儿呢 能够住个一年半百的准备考试 另外一桩事情呢 就是和刘虎的小姐 柳金蝉完婚 刚到这儿 没想到的事情 我们的主人盐茶伞 被驱打成招 其实这也冤枉人家 人多得打他脸 到这儿之后还没说什么呢 就招了 被驱打成招 说害死了他们府上的丫鬟秀红 包的人 您是青似水民如镜 我们主人 没有那种行为 他没杀过人 我能听不信你小孩子的一面之词啊 为什么小孩说话 包的人往心里去了 不光这孩子喊 还有一个人留条呢 留条这绝对不是一般人 肯定不是这孩子来插着刀留着条 他在十里村 他要插刀留条 他就估现代来告状 当时就把我爸的醒了 我说醒了就该 严查伞冤啊 他办的上 大刀起来 还跑这儿击鼓来 不可能 不是他 两个人来告 来给严查伞伸冤 这里面一定有缘 刘福家住何处 祥福县 好 派底下人 拿一支令箭 把祥福县的县银 带到开封府压 把严查伞也带来 另外到刘福 把圆外柳虹 也带到我的开封府 那还不快吗 在包的人手底下 那得是言听计从 出去之后 到了祥福县 他就是当地的皇上了 小伙伴 走走走走 让我费事儿 你说的什么呢 我不知道 说出来不能播的 走 里面有个叫严查伞的吗 主人多大奴才多大 包的人手底下的人 严查伞有吗 有 一块带着 走 严查伞 这么漂亮的一个人 穿上了最衣最富 戴上铐子 人长得多精神 你多有才 戴上铐子也完了 说有钱我做俩戒指 打俩项链 六斤的项链都行 白天在脖子上 晚上拴驴都可以 再有钱也没有打把铐子戴上 没有 一戴上铐子 什么人 显不出身份来 好人没有戴上铐子 严查伞带着铐子 被带到了开封铐 这边呢 把柳虹 老头也带过来 先审问柳虹 虹老头子 你看那屋子 不像好人 一拍这 大胆的柳虹 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严查咱所为 包的人都直着 小雨默都跟他说了 柳虹也是 咱就不必要再说一遍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他还偷亲半夜死了人了 半夜 在这个后花园中 我扶上的丫鬟秀红死了 包的人是什么人 他能抓住事情的本质吗 半夜 丫鬟秀红死于了后花园 你亲眼得见不成 他心里我哪看见的 没看见的 半夜我不睡觉 在后花园坐着 我失恋了是什么 那不可能的事 我没有亲眼得见 都大胆柳虹 你既然没有亲眼得见 为何知道是严查散所为 包的人 在这个尸首旁边扔着扇子呢 落款是严查散 还有一个条 是我管教不严 我的女儿柳金蝉 写给严查散的 后花园赠金 丫鬟去到 甭问准是银间不云 好吧 跪在一旁 带相扶线 相扶线的现金 跪在这儿 相扶线 包的人 你说一说 此事的经过 与严查散合干 包的人 据卑职来看 这个事情 不是严查散所为 咱昨天说了 这个降服县的陷阱呢 不是一个藏管 是一个清管 有点能耐 这一句话 包的人就爱着门了 啊啊啊起来 哈哈哈哈 他没说是严查散的 你得有真凭实据 讲究真相 对 坐坐坐坐 自动 你说说 怎么回事 不错 在这个丫鬟秀红的旁边 确实发现了严查散的膳 我们把严查散带去之后 还没等审问呢 他自己就招了 包的人听完这句话 他探论于莫 你不是说言行考大喊 哈哈哈哈 你莫说我不懂啊 我以为他一喊就叫言行考大喊 哈哈哈哈 这玩意不起哄呢 哈哈 既然说 什么都没说 他就招认了 莫非真是他的所为 一杯子探严查散 不是那样的人 好 带严查散上堂 包的人把严查散带上来 帮弟爷这么一跪 把刑具给他挑了 当堂不能带着刑具 挑了 抬起头来 有罪不敢抬头 恕你无罪 谢大人 抬头这么一看 包的人可就惊讶了 这人绝对不是杀人凶犯 气宇宣昂啊 往脸上看 天晴饱满地不方圆 眉清目秀 目中朗星 准头端重 鼻着口方大而有轮 漂亮 好看极了 低头 严查散把头低下 包的人心里也琢磨 不是他干的 他为什么要承认呢 要是他干的 为什么好几个人给他喊冤呢 一个刘刀的 一个小孩 小宇墨 还有一个祥福县 都说不是他 这个事儿是你干的吗 不错包的人 人是我杀的 杀的是谁啊 据说是个鸭子 就这句话可气 他确实是据说 他没有把握 不是他干的 他在屋睡觉 据说是个鸭子 怎么杀的呀 这还没据说 没听说呀 你这玩意儿你说编一个 不合适 大概是掐死的 因为这个最不用技术 不用道具 你虫死的还得用刀子 他猜了一个 大概是掐死的 咚 大胆眼插散 你连死的是谁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你怎么能说是你干的呢 包的人 您别问了 就是小人所为 他都快哭出来了 为什么他就怕把小姐咬出来 小宇珀站在旁边 他着急啊 他想捅他后腰眼 捅不着 他就想起金二爷那句话 就是白云 你一定为了你的主人 你就喊冤 没问题 站在那边又开始喊 相爷啊 严查散冤 住口 相爷 你一共那事还没问题 怎么又喊着呢 确实冤枉 冤从何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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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唯一的证据 就是压魂秀红旁边扔那扇子 可是相爷 您可不知道 这把扇子 是我们家主人 跟那个冯君恒换的扇子 相爷一听 这里怎么还有冯君恒啊 刘红 有 冯君恒是谁 冯君恒 乃是我的内执 过去人说话都是半文言 内执 家里的媳妇叫内人 内人的执子叫内执 媳妇叫内人 爷们可不叫外人 这是谁啊 这是外人 你跟外人一块睡的时候呢 媳妇就叫内人 男的呢叫掌柜的 就这么叫 我说当家的 叫当家的 也不知道哪庙里修行 他是当家的 是我内执 带 冯君恒 派底些人 把冯君恒带来 冯君恒定了那浪子就来了 不过是长得可气 咱们不像人欺人倒像鬼嘛 人不人鬼不鬼 也半跌腰长出两条 胳膊两条腿 肩膀脱个脑袋 也脑袋上不得了个腿 就这种模样 待起来 盯着当浪子 去跪那 抬起头来 有罪不敢抬头 他拿枪做掉 恕你无罪 谢大人 抬头一看 抬头都出了两项 低头 两人把包子人气乐了 现在话这人这么模样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 啊 以后拖上说下 像鱼签给你碰跟 好 好 常常有这样难看的人 不好 说说这个事到底怎么回事 哎呀大人呐 这事与我无关呐 这个丫鬟秀红不是我掐死的 他比严查散明明 都王马张照大行伺候 王朝马汉 张照虎 董平 薛霸 李贵楼清 文庭相爷这句话 把狗头扎抬过来 好了大方 那方是这么一歌 那扎头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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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呐 把黄君恒 吹去炸里 拿卢锡一卷扔炸里 炸刀举着 没往下浪 黄君恒没吓死 当时酷的就是 哎呀大人呐冤枉啊冤枉 如何害死了丫鬟秀红 你还不从十招来 底下人在这起哄 快招啊快招啊快招啊 快招啊快招 现在也是一样 你到了都得吓唬你 真的都都这样 一吓唬你一心害怕就招了 全吐了 哎大人呐冤枉我招我招我招 怎么怎么回事一来而去 如此如此这么这么这么一段 怎么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拿这么个条 他呀我看这掌子挺好看的 啊我打算兼勿于他 他想喊的没让他喊 意思说我把他掐死了 把这扇子和这扔那 招完之后一拍这个金汤 扎 刚才啊那说的招完了之后 在那吓唬他 就被让他招 你不招啊 扎不了 现在也是 你不承认的那不行 你得承认 一般的神秘者都说 坦白松翻抗拒松颜 这句话不定骗了多少人啊 你坦白的也是扎你 一样 扎 画完供咔嚓一下子 卷在颅席里头扎 你光肉人呢扔在炸里头炸不了 为什么呢 肉是软和的 滚刀 滚刀肉嘛 就这么来的 你肉软和你炸刀一下去啊 他就把那个劲给卸了 炸不磁实 非得拿这个卢锡卷上 卢锡脆 这一扎戒 那个脆劲 咔嚓一切 断尾两截 干过肠子全出来了 扔在外 进来说一个 出去说俩 那可不是你掐死人一命第一命啊 你害人还行 害人可不行 柳红 一喊柳红 柳红 柳红下来之多 浑身颤抖 体子筛康 不雅如歇了骨头吃了 腌的油子似 多得成一个啊 哎呀 好叫一看这大炸呀 骨头都酥了 抱着脑袋光 喊羊肉 这可了的 哎呀 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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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柳红 哥哥渣里 都别点了 别在我哥渣里头啊 我没有这么大的罪官 我问问你 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污蔑严查散 你也有罪 还要帮人 我要是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 认打很简单 把你渣了 别去 那叫认打吗 我要认罚呢 要认罚呀 这么办 你把严查散领回去 好生的伺候 啊 每天是想吃什么给做什么 鸡鸭鱼肉精米白面 啊 都给他服服天天 伺候到他上京赶考为止 爷家保证他种得头鸣状元 因为什么呀 他考试那回啊 是包的人主考 保证他能夺种 包的人也不是那个 忌贤度能的人 确实严查散有这个学问 为什么不让他种 确实没有问题啊 你得给他伺候好咯 现在走的时候 如果是一百三十斤 到考试那天 我要给他过秤 少一凉 拉你肉给补上 好好伺候他 带着严查散 回去吧 把严查散带走 刘红回家先把裤子换了 他可吓的呀 那哪受的呀 那好将狗头砸的 叮了当浪 叮了当浪的 刚才砸了一个了 就把他又搁了以后 搁谁都慎了 回家去 对严查散好声的伺候 这事就算完了 严查散出事 到这也算到一个段落 包工把这买卖推了 推了买卖之后 回家之后 他得到了后边跟这个 红鼻子师爷公孙策 展昭也回来了 跟展昭也研究研究 聊聊这段事情 啊 红鼻子师爷公孙策 眼力赌 问展昭 展南侠 啊 公孙先生 早晨起来呀 我看见相爷拿着那个匕首下的那个条 您看这个条的时候 我看您这个眼神可不对 有点变化 莫不是您知道这个条是谁留的不成 公孙先生 眼睛睹 看出来 展昭说 好 您确实眼力非常独盗 也是我猜 都知道我请了两个月的假 回家上坟祭祖 到那儿呢 就把那个西湖安宾救老头的事 还有和这个丁氏双侠 丁兆兰 丁兆惠 相识的事 和小姐 丁月华 鼻剑联姻的事 跟这些个王马张照啊 红鼻子师爷公孙策 跟他们都说了 说完之后 给他道习 啊 您这东西算娶了媳妇了 给您道习 啊 同喜同喜 鼻剑联姻换了剑 现在我这口是战炉剑 啊 我说比原来那个大 我也被热胀了 说啊 幻见的事也都说明了 说明了这个事之后 把那个大爷卢方 分水兽邓彪 打了这个墨花村的人的事 也跟这些人说了 卢方过来怎么赔礼道歉 对底些人怎么管教不严 原来啊 这个有这个江南的吴鼠 又叫吴义 大爷钻天鼠卢方 二爷彻地鼠韩章 三爷川山鼠 徐庆四爷 藩将鼠 蒋平五爷 锦毛鼠白玉堂 这歌舞的是怎么回事 白老五现在跑了 跑到东京城里边 找一个叫展昭 展熊飞的人 官风玉猫上着来报仇来了 这个事都跟王马张照 和公孙先生说了 这几位一听可就揪心了 来想 那玉猫展昭不就是您吗 谁说不是呢 所以说给包的人 寄简流刀这个事 我怀疑啊 就是这位白玉堂所为 就分析这段事 常言说的好 屋里说话 外边有人 树林说话 曹里有人 隔墙有耳 各位 要听书 你往房顶上看 白玉堂就在房顶上 待着 打审 严查散这个过程 白玉堂压根就没走 他得听一听 包的人到底怎么审这案子 要是说包的人也不像传说的这么清官 也是一个藏官 跟他的肤色一样 那可就连包的人一块干了 在房顶上听着 一般人发觉不了有这个能耐 啊 一看这事办的很圆满 确实让坏人冯群衡有了这个应有的下场 白玉堂也给包的人按调大致 这是一个人物 聊到白玉堂了 白玉堂肯定竖起耳朵 多听一听 咱们都是这样 刚才说了 要听心服事班经背后言呢 他们不知道我在这 咱们平常也一样 俩同事议论 正议论我呢 让我听见了他们不知道 走慢点多听点 今天人家对咱的客观评价 都是这样 张亚新发演出评论 我特别爱看啊 看看人家对咱的评价 助帮助咱提高 白玉堂也是 在房顶上 听着屋里这些人怎么谈论的 展南侠说 白玉堂 据我来看是一个英雄 是一个好汉 只因为我的名字 皇上封了玉猫两个字 他心里都别扭 因为他们是鼠 我是猫 猫会拿老鼠 要知道 因为这个当初 玉猫俩字我来领都不领 这样得罪五位 英雄朋友犯不上 要不我跟皇上说说 把玉猫俩字给我改喽 改成玉鼠 或者改成玉别的 只要是不吃耗子的 改成什么都行啊 你说怎么样 别的那不起哄 那行不通 跟这些人呢 就念得这些事 红鼻的师爷公孙策 没怎么样 王朝马 汉张龙都没怎么样 这个赵虎 说天津话 是个棱子 说北京话 我不知道怎么叫啊 反正这个人呢 四棱八角 说话直啊 爱得的人 就这么一个人 爱排荡 爱搬荡 棱子 他不服 他不是他不服白玉堂 他替展南侠名不平 吃着饭喝着酒啊 说这段事儿 关着酒杯 怎么着 白玉堂 嘿 白玉堂跟您别啊 甭管它是什么白糖黑糖 还是红糖 白玉堂他把玉给免了 玉不能免 王文玉把玉免了 王文变戏玩他 甭管他是白糖黑糖还是红糖 他是不敢上我这来 他只要上咱这来 我拿个茶壶给他摁里头 拿开水一清 我给他喝了 你说这种话 说多讨厌 要不然 哎 端这酒杯不是 看见了吧 白玉堂又来了 就好比这酒杯一样 我俩手指这么一捏 我就把他捏死 赵胡可不懂行话 我就把他给捏死 喝 他这是不服白玉堂士气 张展熊非名无凭 白玉堂在房顶上 站着呢 一听好 对我不恭不敬 有这种行为 到南之中摸出一块石头子来 啪啦一下子扔进屋里去 他这不是端着酒杯呢 正好打在手背上 到时就肿起来了 手背肿一个小馒头 酒杯一撒手 啪啪摔的 纷纷碎 也不是鸡杯为号啊 没拿住掉地 哎呦 肿了 这就叫白玉堂二闹开封十经赵胡 谁让赵胡棱子呢 棱子说我不好 我就让你知的知的 我有多的能力 拿石头子啪 打在手背上 赵胡背叠撒手了 这个展南侠啊 多精神 他脑子聪明 当时扑一下子把灯吹了 为什么呀 屋里头亮外边黑 你能看见我屋里头 我看不见你外里头 那不行 把灯这么一吹 出了屋纵身行上坊 一看见房檐上边站着一位 浑身穿白可得挂素 不是别人正式午夜锦毛鼠白玉堂 书工案表展昭啊 和白玉堂之前见过面 可没有过交情 没共过事 现在说 一看这个人 穿着一身白 甭问 他就是锦毛鼠白玉堂 还没等说话呢 白玉堂啊 知道展昭 就在这几日当中 刚才听着说话 王朝马汉 张龙赵虎 董兵薛霸 李贵楼清成为八勇士 勇士上不了房 公孙色那就更甭说了 更上不了房了 包的人能上房也不能上来 包的人没事上房的时候 包的人也不在这些人当中 上来这个甭问准事展昭 原来他们在一地儿叫苗家吉曾经见过面 瞅着有点眼熟 连话都没说明也没报 白玉堂抓刀把铁崩黄大不够干 那蛤蟆口铲朗朗朗朗朗 包刀出窍 召这个展南侠 劈头盖 研究了一刀 展昭也不是饶人的人 戴着宝剑呢 战卢剑抓出来 和白玉堂打在一起 战在一处 白玉堂不服他 你也就是因为有一口宝兵 我不管你换没换剑 战卢也好 拒却也棒 要没有这兵刃 单轮能耐 你还不如我呢 看不起他 没想到 这个展南侠拿着战卢剑 啪啪就得一下 把白玉堂的宝刀削去半截 保兵刃这个宝剑 保在哪儿 钢口好 削金断玉 削铁如泥 铁 到他手里都就跟泥一样 这么软 他这才称为保剑 那白玉堂 这是一口普通的单刀 还剩一半 你说这宝刀剩一半 这玩意多寒人 这一半他也没撒手 拿着手里还比划呢 毛刀改匕首 战士白玉堂有能耐 没能耐就让他被打败了 拉了一个败事 白玉堂挫身要跑 斩雄飞能不追吗 刚要追没追多远呢 白玉堂挥手半截刀子出去 这叫暗器上刃 你要拿着刀 那就真刀真枪 剩半截了 这东西叫暗器 因为兵器里边没有半截刀这东西 暗器上刃 把这半截刀扔去 斩雄飞没见过这种兵器 躲闪不及 这么一乱身 脑子上戴那方巾 干脆给拿给刀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 趁着斩昭不备白玉堂 施展夜行处跑了 斩昭可不是追不上 没追 为什么呀 得把这个情况 回报给了高达人 下来之后见高达人 丞相 斩虎飞 刚才我听外边挺乱乎 好像还有人把酒杯摔了 告诉他赵家赔上 大人那不是问题 刚才我发现一个人 据我判定他应该是五爷 起毛树白玉堂 都大胆斩招 跟相爷我说话 还管他叫五爷不成 他就是小兔崽子白玉堂 都你改的太快了 左右活不了 追上他了吗 没有 让他给跑掉 你这么大能力 能让他跑了吗 他拿半截刀作为暗器商人 先一定时间 一定要把白玉堂这个人 给我多拿回来 据我所看 既见刘刀之人 给包心画黑脸的人 都是他一人所为 那更要把他抓回来了 赶紧去速战速决 按下这个展熊飞 咱且不提 但是说白玉堂 白玉堂从那房上跟展南侠打完了之后 他可就跑了 他在这个东京城来的都有些日子 他住哪 刚来的时候住旅店 后来旅店不安全 现在也是一样 你看现在啊 我不是教大家犯法啊 各位 现在有那个犯法的都是从旅店里掏出来 因为现在尤其是你住店得凭身份证 你真的假的就有身份证 一对号就把你揪出来 所以 作案的时候各位您注意啊 仨人做不如俩人做 俩人做不如自己干 对吧 您仨人做是团伙 说出来硬气好听 但是你这没事啊 那俩被抓了肯定把你吐露了 那您放心 您这对不对 所以不如一个人干 抓进去就没办法 抓不进去的 那就恶命夺活了 所以说这也一样 白玉堂刚开始住旅店感觉不太安全 住哪去了 住在庞泰师府 他身形矫健动作快 他这个想上哪上哪 狭义小说 住在庞泰师府 庞泰师是谁 咱们前文书说过 包的人沉舟放凉 扎了那个国旧庞玉 哎 庞泰师就是庞玉罢了 有一庞娘娘 那是庞泰师的女儿 住在庞泰师的 叫做这个藏书楼里边 就是家里边这么一个书房 叫文昌阁 在那住 他是他的书房 这庞泰师三年五年 十年八年也进不去一回 不是不认字啊 他上那干嘛去 那是标榜身份的地方 现在有那个名人家里有那个书房 好几百平米 那书那么二十四尺啊 那实际啊 就这书 不看啊 各位 买出什么样 现在还什么样 好 要都看过来得多数百年呢 看不过来 这是身份和修养的一个标志而已 太师也不 所以说那藏书楼里边很安全 他抓贼怎么也不能上庞泰师府里抓贼去 现在也是 我住的公安局局长家后院 那最安全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没人上这儿来 在那住 住在那儿啊 白天晚上的他都想出来转转 白鱼汤性格不傲 开封府府府衙让我闹成这样 头脑开封气点流刀 二闹开封十经照火 开封府我已经是采完盘的非常熟了 我要能上皇宫里边赚一圈钱 哎这辈子没白来 皇宫那证你花多少钱买票都不让你进去 现在你掏四十就行了 赶上淡季还便宜 托人作为协认证还半价呢 多好啊 那证不行啊 那证当然也不过现在北京这屋公 在开封府 我要上皇宫里拽上一圈去 作为一个侠客我后半辈都能说五千 这才了解 跟说价一样 除了德云社哪个团体进过人民大会堂 我们进去过三四回呢 对吧 你吹牛咱有照片一证啊 有海报有演出证明啊 白予堂也是这么想的 进皇宫里去走一遭 走 得赶晚上去 白天去那胆太大了 晚上直接奔了皇宫 皇宫啊城墙再高也得有个头 防君子防不住小人 白堂有这个能耐 川方越级 进了皇宫 进了皇宫 在里边瞎转眼吧 没来过他不认识 走来走去看见一间屋 这屋里的是谁啊 大太监郭安 这郭安呢 是咱原来说过那个郭怀的指导 郭怀就是和刘飞定计 黎毛换太子那个人 陈州放凉 回来之后老太后还朝 把郭怀给杀了 班班陈琳给老太后作证 给陈琳封为雅父陈琳 雅呀 就是张雅信这个雅 当第二这么讲 就是雅父就是第二个爸爸 他的亲爸爸叫冠父 雅父 他有就是继父 殿父 四个爸爸 雅父陈琳 是因为陈琳给这个老国太老皇后作证 所以扎了郭怀 郭怀一直怀恨在心恨醒陈琳 在这屋里的定计要害死老班班四十八处都总管陈琳 怎么定这个计呢 他得了一个信 说外国呀给皇上进购了这么一点人参 现在来说西洋参 皇上啊用不上皇上那补品太多了 就赐给了班班陈琳 郭安知的这事 宁手底下有一个他的亲信的太监 小太太姓何 名叫何常喜 这么一个人 啊何常喜 呃 这么办 我打算哪 认你一个肝儿 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各位 干爹主动认肝儿 这玩意儿后边不定有什么事儿 干爹认干爹那是出于仰慕 干爹主动认肝儿 打算认一个肝儿你愿意 太好了 太好 他说了算他有权势啊 当然了太大的权没有 他叔叔是郭怀影响不好 但是小的权力还是有的 这放人高枝儿什么好事儿 好老儿啊 我呀 吩咐你点事情 因着这个班班陈琳 对我们家的毒害不浅 我与他有一天二地仇 三江四海恨 不共戴天之仇 我命你呀 去害死班班陈琳 要我别认您的 你不认真让我害他去 我哪害得了啊 你听我说 我有办法 人不知鬼不觉 皇上赐给他西洋身 人身对他进行滋补 我知的这事儿 知的知 命你呀 去给班班陈琳那献酒 献什么酒 你看不懂了吧 有这么一种药物 说得起来 这种药物有一犯 犯人身 喝完这个酒 再吃人身 当时死不了 但是七天之内 保证是吐血身亡 还查不出原因来 我们家上次传进来的 这么一个法宝 这么一种药酒 你给他送去 各位 这确实这不是假话 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 搁一块一块吃 能死人 大家可能都吃过一种蔬菜 叫土豆 切土豆丝的时候 您千万注意 别把手指都切破了 土豆犯人血 吃就死 切土豆 手指都切破了 最好全扔掉 没注意 割锅炒了 吃完了 有生命危险 这是在民国八大七案当中 就有这么一案 他炒菜的 他没来得及吃 一家人吃全死了 就他没死 以为他下了毒呢 不是 你着急把手指切破了 他这种人参啊 和这种药酒 也是相克的 你给他送去 当时死不了 比如说 直接给他喝点毒药 不就完了 那不行 那当时死了露馅 哎 他多的喝人参 多的才死呢 这个和尚喜说 那也不行了 我给他送药酒 他不相信我怎么办 国安说好办 那边那个架子上 有一个壶 你把它拿来 到那边架子上 把那壶拿来 此壶有个名字 叫巴宝转心壶 杂技团就有 这个壶啊 壶瓣上有两个眼 摁着这个眼 往出道 是一种液体 撒个这边 堵那边 往出道 又是一种液体 那时候在里面 不掺和吗 不掺和有隔层 利用大气压 压上这个 这边出不来 那边出不来 全压上都倒不出来 那虎嘴是公用的吧 不见 虎嘴里边也有隔层 那不看见了吗 看不见 一般的虎 虎嘴朝上 他这虎嘴前面是弯的 那口在下这儿 谁还绝着看 你又不是对这东西怀疑 拿着这个 一边倒上好酒 一边倒上药酒 可别记烦了 你跟他喝起 记烦了 你就完了 堵上那边 给他喝 堵上那边 你来喝 一个狐狸到处酒 他还怀疑吗 喝完之后 当时没事 回家一吃人参 皇上刺 他又不敢不吃 他就会死于非命 不知道怎么死的 把他害死 结果心头一大 凡事 去吧 白玉堂可都听见了 何尝喜拿着这个虎啊 出来之后 没走多远 白玉堂就把他拦住了 一看白玉堂的母眼 没敢说话 宫里都没见过这人 宫里能来生人吗 这就来不 怎么长怎么短 刀割脖子上了 敢不说吗 把这事都说了 说完之后 白玉堂真有主意 把他的裤子给撕了 撕完褲子 练成那个布条 挺长的 把他手啊 在后边一拴 这边竖上一搭 给他吊起来 吊完一拴 把袜子脱下来 给塞嘴里 反着塞的 过去袜子都不条缠的 你要塞外边还好点 反过来 挨着脚那边 冲嘴 告诉你啊 什么事别说 谁问你不许说 把这个情犹一无一时的 告诉包的人 别人不许说 记住了吗 这就叫白玉堂夜吊何长喜 半夜给何长喜吊去 这边呢 白玉堂知的从哪边出来的 第一个宝刀可就进来了 那个说刀不两半了吗 他不能就一个刀 接盈 那官知的回来人了 以为何长喜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啊回来了 白玉堂说回来了 官一听声音不对 回头闪二目定惊关桥 啊 这阿还没嚷出来呢 白玉堂鼓鼓鼓 这一刀 从这儿披开 脑袋跟胳膊都下来 这就叫大半夜的呀 进皇宫 杀命 一吊何长喜 没走 这吧 杀了一个 吊了一个 还不走 没走 往那边继续游吻 心情多好 这种心态值得学习 那边有皇室的家庙 里边供着谁 寇猪 寇成语 原来说过也是黎毛换太子 寇猪啊 让这个 陈人一棍子给打死了 就为了把他打死 为了瞒住这个小皇上 他是小皇上 就是现在这个皇上 他的救命恩人 宿了一个像 供在这儿 每到了初一十五 皇上要给他来上香 那是他的救命恩人 白玉堂进去了 一看当中宿这个像是个女的 他也听说过这件事 黎毛换太子 那社会上都传开了 扣住扣成语都知道 心里有几分难过 从斗囊之中 拿出笔袋来 直着盖上添了去 在这个墙上写了四句诗 在皇上家庙里边提了诗 忠烈宝君王 哀哉仗下王 方明传千古 博得一炉香 写了四句 忠烈宝君王 我用我的终身裂结 保着你的君王啊 保你一条命 爱在帐下王 打顿的打死 方明传千古 可不传千古嘛 现在二零一一年了还说呢 传千古 博得一炉香啊 给他什么下场和结局啊 就是到了初一十五 给他烧炒香 这就是结局 白糖心里很难过 提完事 走 不走不走 天快亮了 天快亮了 这边可就该生早朝了 生完早朝之后 有人就报给了万岁皇爷 说在皇宫里边发现贼人 杀了一个 吊了一个 吊了一个 吊了人姓何叫何长喜 死那人是官 这何长喜我问他什么 他什么口不说 他说只能告诉给包的人 这怎么办 宣包的人随时进殿 把包整宣上殿来 命包整啊 赶紧去问这个何长喜 何长喜把整件事情 和盘托出 怎么打算害陈林 郭安怎么定的计 让我怎么去拿药酒害 都告诉给了包的人 然后万岁皇爷 没什么事儿退逃了 一看今天正好是十五 旺日 十五得去上香啊 给寇成玉上香 班班陈林也随从 一干人等去上香 上来香之后 命敌人把这塑像擦了擦 皇上闪二目抬头观看 这什么呀 看见白玉堂写那诗了 这不对 这昨天还没有呢 他昨天没上香 他路过这儿 昨天还没有 这是谁给写的 这里面能有人给写诗 夺着胆子 命底下人把这个诗啊 踏下来 不是抄起来 踏下来 喷上水拿白纸印 印下来之后 要了个笔记 交给了包整包的人 看看这段回事 包的人接过来一看 现在就明白了 跟那个寄简流刀的是一个人 笔记相同 那不有严查载冤吗 看得出来 留这四句的跟那留四个字的是一个人 这人胆子可太大 头脑开封 既捡流刀 二脑开封 石青赵湖 这就叫 夜调和尝血 提尸杀命 在皇宫里边 这要想杀皇上那不一样吗 这可了不得 回到开封府府压 命南侠展昭展熊飞 还有八大勇士 王朝马汉 张龙赵湖 董平 薛霸 李贵楼兄 等等 一干人等 命他一定期限 一定要捉拿 白云女堂